为是 你恶事做尽 害了多少人 自己还清楚吗 要说如意传中最大的反派 威艳婉排第一 没人敢排第二 可奇怪的是 她坏事做尽却从未为难过婉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两人的缘分从刚开始就注定了 威艳婉做宫女的时候 身份十分低微 常常受到各种欺负 每个月俸禄刚发下来 就被势力的老母亲要走了 她青梅竹马的凌云彻 每个月也得把工资倒贴给她 于是威艳婉便想要攒钱贿赂摩摩 到时候能够换一份工资高的工作 可以说威艳婉刚开始和所有打工人一样 心思除了赚钱之外还比较单纯 可没想到 威艳婉的美貌因为和如意有几分相似 所以让皇帝颇有好感 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妃嫔的注意 被当时的家妃欺负得很惨 在跟皇后请安的时候 家妃故意让威艳婉跪在脚下 皇后看到后无动于衷 如意想要帮忙但爱莫能助 只有一旁的婉嫔帮威艳婉说了句话 虽然没什么很大用处 但威艳婉还是记下了这个人情 在她的潜意识中 婉嫔美貌不及其他妃嫔 膝下无儿无女 从不争宠就算了 皇帝也从不多看她一眼 所以婉嫔在威艳婉心中 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老实人 后来威艳婉在阉人的帮助下 终于成了皇帝的妃子 此举一下子惹得万人嫌 其他妃嫔是觉得 威艳婉有新机会勾引人 而如意知道 凌云彻一枪真心被辜负 所以对威艳婉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威艳婉几次三番想要搭话 但都没有成功 而婉嫔早已看惯这身宫中 就人哭新人笑 所以多一个新人 对她来说没有一丝影响力 她也从未谈论过 威艳婉的事与不适 所以两人一直是和平相处 威艳婉成为皇帝的女人后 立马踹了凌云彻 结果发现她也升职了 跑到皇帝门口当起了侍卫 于是威艳婉便警告她 不要说出两人的过往 好在凌云彻也不是那好人 甚至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 还有些心疼 威艳婉健壮便开始了 自己的晋升之路 在嘉妃还在的时候 威艳婉压根没什么存在感 没想到她暗自蓄力 先是学做菜 结果皇帝不满意 那就是偷偷进修 之后又是学昆曲 学舞蹈 结果一学就会 出场的时候更是惊艳了皇帝 要知道男人都一个样 对于天生优秀的人 他们从内心里就觉得不好把控 最喜欢的就是养成戏 而威艳婉就完全符合了这一点 十分顺从 让人爱不释手 就这样威艳婉一步步爬了上去 之后更是开始了作妖害人之路 那么如果说威艳婉从没加害过婉萍 那为何到了最后时刻 婉萍却出手将威艳婉推下马了呢 别说是臣妾了 就在您宫中这么多嫔妃 有几个对您是真心的 是啊 一婚姑娘娘对您倒是真心 那还不是为你断了发 被你尽了足 有人说这是魏艳婉最爽的一段台词 竟敢对皇帝指着鼻子骂 不过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 对皇帝有真心的不止是魏艳婉 还有大火中自焚的淑妃 以及摆烂大师婉萍 婉萍作为妃嫔中最默默无闻的一员 却熬走了其他的妃嫔 甚至熬走了乾隆 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 到了晚年的时候 她成了乾隆最经常翻的牌子 两人啥也不干 就坐在床上追一往昔 毕竟放眼整个宫中 只剩下婉萍活到现在了 不止如此 魏艳婉根本想不到 最后扳倒自己的 竟然是婉萍这个小透明 当时在海澜的劝说下 让其去揭发魏艳婉的种种罪行 婉萍摆烂了一辈子 到最后让自己担此大任 她根本不愿意 但思来想去 也是为了能博得皇帝的情意 她还是去了 直接对着皇帝重拳出击 对魏艳婉开始的举报 成了她下线的重要人物 之后婉萍还是那个小透明 没事找人聊天磕瓜子 也不求皇上宠幸 就这样从一个品位 熬到了贵妃 婉萍可以说是 整个剧中最容易忽视 但又十分传奇的一个人物 不仅躲过了所有人的暗害 就连如意都真诚地夸她 是个真正的好人 别的妃子都想着争处 比如家妃关上门后的 抑郁舞蹈 把皇帝迷得晕头转向 再或者就是魏艳婉 靠着连续生娃 也稳坐后宫一姐的位置 而婉萍不争不抢 没有孩子 虽然心里对皇帝也十分思念 但从来没有出格过 不过她的心中 也期待皇帝对自己的情谊 这一点最后也被魏艳婉利用了 如意和皇帝因为魏艳婉的设计 走得越来越远 偏偏这个时候 魏艳婉利用婉萍 将复查皇后的诗词等抄了一遍 故意让皇帝看到 使得皇帝对如意更加冷落 两人的心结也越来越深 虽然被利用 但婉萍的心并不是坏的 她虽然不争不抢 但也希望皇帝能多注意自己 在复查皇后 第一波反派角色没下线的时候 婉萍就能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可见她的情商也非常的高 后来人一个个去世 婉萍便和失宠的海兰走得很近 海兰虽然貌美 但肚子上全都是可怕的妊娠闻 所以皇帝对其也冷落下来 她和海兰都是从府邸来的老人 结果都落得如今的局面 在一次闲聊中 婉萍曾表示 开春的时候皇帝曾翻过自己牌子 结果因为太紧张 说话结结巴巴 毕竟皇帝已经有六年四个月 没有照她事情了 如一听到这话话 一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倒是一旁的海兰早就看开了这一点 她的安慰让婉萍十分受用 两人也因此成了好姐妹 所以到了关键时刻 婉萍才肯帮海兰的忙 去找皇帝揭穿魏燕婉 作为剧中后期最大的反派 魏燕婉没想到自己唯一真诚对待的人 却成了攻击自己最有力的大炮 不过这也不怪任何人 都是魏燕婉自己做死的 不过她可是给皇帝一连生个六个娃 孩子是皇宫女人的仪仗 那么当魏燕婉下线的时候 她的孩子都去哪了 为何无人替她求情呢 魏燕婉就连忠心耿耿的尽忠都能杀害 为何却对婉萍毫无防备 不仅如此 在母亲进宫时想要为难婉萍的宫女时 魏燕婉及时拦住 还劝告母亲不要为难婉萍这个老实人 并且她能一下记住婉萍身边宫女的名字 这也说明即便是再坏的人 也能准确感知到身边的人情冷暖 因为婉萍帮过自己 所以她便记下了这份情意 可以说婉萍是魏燕婉唯一放过的女人 除此之外 魏燕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女强人 她从刚开始看出林云彻生之无望后 就果断选择了分手 看到劲中对自己有意 于是便说两句好听话 时不时轰轰人家 就算对待皇帝 她也没有半分真心 一切都是为了生殖加薪做老板 可以说十分专注了 不过在这条生殖之路上 魏燕婉遇到了最大的阻碍 那就是家妃 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对付 后来如意谣言四起 传出和大事有私情 眼看家妃就要得宠 将来说不定还能成为贵妃 到时候自己必死无疑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 魏燕婉当即跑到皇帝面前求情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 如意是不是清白的 只是为了赌一把 没想到居然赢了 皇帝还觉得魏燕婉靠谱 将其从贵人直接升位的贫位 并成了永寿宫的当家人 要知道永寿宫出来的都是战神 魏燕婉也不例外 她开始隐藏自己的光芒 一个劲跑到如意跟前拍马屁 因为此时此刻的宫中 只有如意是后宫一紧 可没想到因为一碗闭死药 魏燕婉彻底翻脸了 她知道自己无权无事 只能靠母平子贵 可因为如意没有告知她汤药成分 她就怀恨在心 虽然根本不关别人的事 但魏燕婉还是把这个账 放在了如意头上 至此就开始了黑化 先是小琵琶今后是淑妃 之后又是如意的孩子 最后魏燕婉彻底封魔 直接让自己的母亲出去顶罪 最后连自己的白月光陵云彻 都没有放过 可以说魏燕婉的位置 升得越来越高 心就越来越狠 看到皇帝是个花心大婆吧 于是便给人找了很多外面的女子 那一波又一波的新鲜感 让皇帝对魏燕婉更加喜欢 直到最后她将自己得力助手 尽忠杀死 自己也马上被群起而攻 海兰等众多妃子联手将其拉下马 最终魏燕婉下线 可以说她是剧中唯一一个没有恋爱脑 专心搞事业的女强人 唯一的败笔就是对尽忠始终保持怀疑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